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着幸福的理想生活 最后孙丽总结 时间飞快 唯有爱是永恒 孙丽未免也太幸福了吧 要事业有事业 一部甄嬛传跌下了娘样不可撼动的地位 要家庭有家庭 老公疼爱 儿女双全 美满甜蜜 横看树看都是每个女人做梦都想成为的典范 谁又能想到 如今顺风顺水的孙丽 也曾被别人剃绝过呢 这个剃掉孙丽的女孩子名叫宋文飞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第一反应是 这是谁呀 简单介绍一下 宋文飞是一位内地女演员 1985年生人 2013年去世 生命永远停留在花一般的27岁 回看宋文飞的最后一条留言 她写道 送给女人几句话 工作与约会时间冲突 工作优先 吸烟 夜游 多交男友 并不代表成熟 酒吧里认识的男人就不必留电话了 爱你的工作 但不要爱你的老板 价大款就像抢银行 收益总很大 但后患无穷 若能不是 还是不是为好 别逼男人撒谎 她会恨你 更别把她的话当真 你会恨她 这段话不由得让人深思 这个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会有如此感悟 这就要看回宋文飞那短暂的人生了 1995年 年仅10岁的宋文飞 离开家乡广州 来到上海学习舞蹈 11年后 21岁的她签约华谊 俗话说 背靠大树好成粮 然而 背靠华谊大平台的她 并没有马上走红 甚至可以说是无戏可拍 2008年 宋文飞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机 与华谊解约之后 宋文飞签约了北京星光奥普传媒有限公司 就在这一年 海言剧《舞者》正在筹备拍摄 那些年 能够参演海言剧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它意味着有极大概率能走红 比如 郁观音的孙丽 永不明目的陆毅 他们都因出演《海言剧》而走红 因此 海言剧也成了演员们眼中的香薄薄 《舞者》本来是想让孙丽出演女主角的 没想到孙丽的荡漆调不开 所以没办法参演了 就在这时 有着舞蹈功底的宋文飞 抓住了这个机会 成功出演女主角 一炮而红 《舞者》可谓是宋文飞的成名之作 他凭借这部剧获得新浪2008网络盛典年度新人奖 以及新周刊2008电视榜最深入人心的电视形象奖 此后 宋文飞的演艺之路像是无人阻挡 2009年 他作为女一号参演澳门回归十周年电视剧《莲花雨》 2010年 宋文飞首次触电 在《唐博胡点秋香2》中饰演盲女 同年 他在TVB大剧《摘星之旅》中挑大量 与男神林峰和黄宗泽都有精彩的感情戏 宋文飞的演艺事业可以算是相当顺利了 但他的感情生活却彻彻底底的压垮了他 2010年 宋文飞与某上市公司高管李达安结婚 他们两人是姐弟恋 宋文飞也想不到 自己不顾一切嫁的人居然是个恶魔 家暴 在宋文飞坐月子的时候 李达安就殴打他 打得脸上到处都是瘀青 这也是病情恶化的原因之一 长期的家暴留下了病根 但该渣男却死不承认 转移资金 拖延官司 一条龙无缝衔接 可怜的宋文飞只好强撑着病体付出演戏 才有钱打官司 养孩子啊 结果 他得了子宫癌 但他仍然坚持拍戏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最终爆汗离世 年仅27岁 据说在他去世后 孩子被送去了孤儿院 令人唏嘘 果真应了那句老话 自古红颜多薄命 假如宋文飞没有嫁给渣男 没有香消玉允 现在的他也才35岁 正值年华 前途一片光明 看到这里 只想问一句 各位姐妹 还敢谈恋爱吗 让你去世的那种 所以 姐妹们千万不要在垃圾堆里找男人 更要好好重视自己的健康 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女明星最好的归宿真的是嫁富豪吗 刘涛嫁豪门 没过几天好日子 就不得不出来拍戏养家 徐希元嫁豪门 之后才发现 这所谓的豪门原来只是个空架子 黎兹嫁豪门 为银河老公放弃事业 后传被婚内家宝 老牌女神尚且如此 更别说那些为富豪生了好几个孩子 都没能踏进豪门半步的二三线女明星了 范冰冰有句话说得好 我不嫁豪门 我就是豪门 靠山山会倒 靠水水会流 靠自己才是最佳选择 毕竟放弃自我生存能力 就是将选择权全部交予他人 甘愿做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足够信誉能遇见良人的话 总归能有个好归宿 一旦遇人不熟 那可就是跌进了万丈深渊 宋文飞恰恰是运气不够好的那类人 一路成名已属不易 却又误驾渣男 单纯的他原本以为嫁入豪门就能抵达天堂 没曾想这场婚姻是直达地狱的快车 1995年 宋文飞靠着常年练习舞蹈养出的一身气质 被到校园选角的广告导演一眼看中 才十岁的宋文飞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娱乐圈 毕业后的宋文飞为了得到更多的机会 选择去北京做了北漂 刚到北京的他 为了在北京立下脚 对广告邀约是来者不拒 但宋文飞的梦想仍然是成为一名舞者 2003年 因参与拍摄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广告 被华谊兄弟公司看中 但进入大公司后的宋文飞并未得到太多的机会 只待了两年便离开了 眼看着自己离舞蹈演员的路越来越远 宋文飞临机一动 决定将跳舞和演戏结合起来 于是 宋文飞把他在2003年参加珠江电影制片厂广告里的跳舞片段剪辑下来 发给了很多经纪公司和制片方 期待能够遇到合适自己的剧本 正好这时 编剧《海言》正在愁拍电视剧《舞者》 制片方需要选择一个舞蹈功底厉害 气质出众的演员 宋文飞发过来的舞蹈视频吸引了导演的注意力 就这样 宋文飞主演了《舞者》 这部剧获得了2008年度新周刊电视榜最深入人心的电视形象奖 宋文飞也凭借这部剧一举成名 在事业处在上升期的时候 宋文飞也迎来了他的爱情 其实在宋文飞的心灵深处 他渴望着有一个幸福安稳的小家 在一次采访中 宋文飞说 他在火车上看见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出去旅游 虽然孩子在吵闹着 但他喜欢这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在一次商业活动中 宋文飞遇见了他后来的老公李达安 两人一见钟情 李达安是知名天使投资人 家境富裕 是新锐的创二代 被大众称为商业奇才 李达安比宋文飞小四岁 有钱且长相帅气 比起有钱的老男人 李达安实在太具有吸引力 在宋文飞眼中 李达安就是不折不扣的白马王子 而李达安也特别欣赏 努力上进又有气质的女孩子 尤其是跳舞好看的 宋文飞正好也处处对李达安的胃口 两人一拍即合 2010年 宋文飞和李达安在香港注册结婚 在结婚前 李达安对宋文飞特别好 两人经常一起在香港购物 有时李达安甚至会包下一整个商场 来取悦宋文飞 宋文飞被打动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从此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 有大把的时间和老公甜蜜 和孩子玩耍 但等到后来两人结婚了 李达安的渣男本性开始暴露 时不时就对宋文飞拳脚相加 甚至在宋文飞为他生下孩子后的 坐月子期间 都没停止这种家暴行为 有一次宋文飞实在是被打受不了了 深夜冒着寒冷逃到了自己的朋友家 朋友发现宋文飞一惊被打得面目全非 伤痕累累 在警察局验伤的时候 宋文飞更是嚎啕大哭 不能再留在那个家里 留下来 我可能会被打死 在婚姻里疲惫不堪的宋文飞决定退出豪门 带着孩子回到广州老家 为了更好的抚养孩子 宋文飞将自己的重心全放到了拍戏挣钱上 正当宋文飞决定重新出发 好好生活时 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2012年 宋文飞签约找北剧组 那时候的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但因为行程安排得满 宋文飞一直都没雇上去医院看看 直到这些症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才到医院检查 结果一查 被查出来患了癌症 医生建议宋文飞尽快开始做手术并进行化疗 但为了抓住这可能让他再度爆红的机会 他选择了相对温和的吃药治疗方案 然而这种方法根本没有用 病情仍在继续恶化 四个月之后 当找北拍摄完之后 宋文飞癌症也已经到了晚期 纵使话图在世也无力回天了 2013年3月3日凌晨12点30分 宋文飞病逝 年仅27岁 在他死后 前夫李达安没有现身掉夜 甚至在宋文飞离世前 还在为争财产与他打着官司 事实上 宋文飞的离世对李达安没有任何影响 他仍是富家公子哥 晒豪车 买游艇 和美女约会 回看宋文飞这一生 只觉得短暂又坎坷 如果嫁入寻常人家 或者在被家暴时勇敢地站出来 结局或许就不同了